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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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任世界又悲觀女后 愛和恨重無法看破 喧囂的人群终却难免寂寞 心中是像谁说 我的人生起起落落 清风在首唱笑当歌 人有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所 天地间唯有我 为了心中一片晴蓝天 我要把铁鞋踏破 一个人我此处去跳脱 为了心中一个难约梦 走过了多少坎坷 一个人我无可奈何 为了心中一片晴蓝天 我要把铁鞋踏破 一个人我此处去漂脱 为了心中一个难约梦 走过了多少坎坷 一个人我无可奈何 这边 站住 不知先生邪了这位姑娘去 是何居心 当然是救她 李姑娘 你可认得她吗 你是真的认识她 还是受其胁迫不得以为之 我是真的认识她 既如此 就用不着我来多事了 你们请自便吧 其实 在下认识你 只是 不知道该称你为春大小姐好呢 还是汉王妃好 你是 她就是汉王妃 看来 你虽久居王府 就为全时良心意气 多谢你 能够搭救这位姑娘 不必 有件事恐怕你想知道 你那位姓君的朋友 因为夜闯皇宫 身负重伤 真的 好在 人家已无性命之忧 他在哪 这 恕我不便说 告辞了 先生 能否请你 春大小姐 请你不要再问了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他 是 不 有 有 有 他 我 有 有 娘 您还没睡呀 我在等你回来 你干什么去了 这么晚了才回来 我 我日间见到一个年轻的男子 十分像是苗师弟 见着他了 我只看见了一个背影 还没见着他的正脸 他就进了一处院子 我只好在外面等他出来 好容易等他出来了 又不是 所以才回来晚了 你几时变得这么笨了 再说 我让你找的是君无忌 你跟着别人跑干什么 是 要先 你们师姐妹几个 就你和梅儿见过那个君无忌 还得靠你们俩下力再找才是 是 看来 你有些累了 先去歇着吧 娘 你早点歇着吧 嗯 真的吗 我可以 对 我以为你 你 我来 我也要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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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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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启禀王爷 什么事 昨日那行特的姑娘被人劫走了 朕不知道你们到底能干点什么 嗯 娘 我出去了 用心些 尽快找到那个姓君的 办完事 咱们好回妖光殿去 嗯 这种地方 我实在不愿意留了 是 我一定尽心 你去吧 嗯 梅儿 师父 你跟着他 跟着他干什么 去 是 李姑娘 快躺下 表公子 多谢你救了我 别客气了 表公子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汉门府的 啊 你先静静地好好养伤 等伤好了咱们再说 啊 嗯 快睡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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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吧 走 姑娘您来了 您买点什么药啊 可有方子吗 这是方子 麻烦您帮着给抓一下 姑娘 您这药是制什么的 谁给开的方子 前几天我哥哥上山砍柴 不留神把手给砍伤了 这还是求了乡里的郎中给开的方子呢 怎么 方子不对症吗 姑姑 别乱说 长老先生看病 可从来都是一看就好的 小师傅 姑娘 您有话就说 麻烦您把我们的药 赶紧抓了吧 我们还要赶回乡下去呢 好 您等着 来上这家看看去 嗯 嗯 这家 嗯 要不没什么优势 怎么着 看 有什么闲杂人的 哎 你看 对 走 进去看看 嗯 走 嗯 哎 哎 哥几个看看那人 这 不是纪大人让抓的 像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关先生什么事啊 我只是觉着奇怪 像姑娘这样的穿戴 家里还不得普一成群 怕是用不着自己去打柴吧 打不打柴不用你管 走 老家 各位大哥请让一下 让这姑娘过去 站住 干什么 大爷看你不顺眼要查问查问 你们是什么人 大爷我是警衣卫 看看清楚 大爷我是谁 耽误了大爷我的事 我找纪纲算账 滚开 他往那 过来 哎 哎呦 我猜 只要是什么人 我去看 你 我去看 我去看 你 我去看 你 竟是这样一个烈性子的女子竟然会像这样的劫烈女子 以微臣之搏命实在是配他不上 他命当留在王爷府里伺候王爷的 微臣当时以一时之念害了他一条性命 现在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呀 还请王爷恕罪 你请坐下说话吧 坐下吧 谢王爷不加怪罪 臣实在是感激涕零啊 此事将军也不必太惯在心上 等过几日我再从府里选个好的 给将军送过去补上这个缺 微臣万万不敢再做慈祥 以微臣这点能为人品 比起王爷来自然是消让之别 在王爷身边待过的人 怕不会有谁还能看上微臣这副德行 王爷的美意 臣心灵啊 既然将军这么说 本王爷就不勉强了 只是这事闹得将军心烦 本王心里实在是不安呢 哎呀 王爷若再这样说的话 可就要折杀微臣了 王爷对微臣的这份厚爱 微臣是莫痴难忘 王爷 王爷您事忙 微臣就先告辞了 啊 也好 那改日再至久 咱们一起好好聚聚 好 反王爷的旨意 微臣莫不欣然从命 啊 王爷 您请留步 好 恕不远送 告辞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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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什么吩咐 你马上到镇亨府上 把瑟尔的尸首给我拉回来 你就说 我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把尸首给我拉回来 听明白我的话了吗 奴婢听明白了 那就快去啊 是 苗兄 你摸得我直发痒 真的不疼了 不疼了 多亏是摇光店的金创艳芳 其实啊 你们彼此都知道了 何必这么互相躲着呢 见上一面 还不就前嫌尽尸了 这事啊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就能说清楚的 其实 那就说上七八句话 说话又死不了人嘛 哎 哎 金雄 你别光说我呀 眼下 眼下 倒就有一个人 极想见你一面 你倒是见不见呀 谁还想见我呀 哦 你说的是 你们店主吧 这怕是 由不得我见不见呢 再说 人家既然来了 等我的伤好一点 我自然会见他一面 免得人家说我躲起来了 这事啊 你最后还是再想一想 千万不要一时意气用事 嗯 还不是你 追着问我 见还是不见 我一说见吧 你又担心成这样 我说的不是他 那还有谁啊 春大小姐 嗯 人家现在贵为王妃 上哪儿去见呢 再说 他眼下 也未必再想见我吧 那可未必呀 怎么 哦 我该走了 再不走啊 世界就该来了 哈哈 苗兄 你当时把话说完呢 你呀 还是好好养伤吧 苗兄 苗兄 奴婢发现 汉亲王手下的汉子军 和纪纲手底下的人 都在满城里寻找一个人 看样子 他们找的都是 都是那个 君无忌 是不是 汉王 他知道了些什么 这 奴婢不清楚 东宫那边 有什么动静吗 太子那里 倒好像 没有什么举动 你以后 也不必天天事事 都来回话 专意去找到那 军巫记的下落才好 把你信得过的人 也都派出去 一块找 奴婢遵旨 记住 千万别等着 人家抢在你的前头 找着 最后 你给朕找回一具 尸首人 奴婢明白 启禀太子殿下 如今皇上派了人 到处找这个君无忌 皇上还发下话来 不许任何人伤了他 另外 汉王手下的汉自君 还有季刚手下的景一卫 也都在到处找他 您看 徐将军 在 你看 会怎么样 陈担心的是 这件事情 怕会于太子不利 又出来一个兄弟 好事情吗 好 嗯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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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王爺,請安。 祈禀王爺,那既歲肉姑娘失手,拉回來了。 您在哪兒了? 放在後院的柴房裡。 你先找副棺材,把它裝來了,就放在那兒吧。 是。 你去吧。 是。 來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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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那个武功特别高强的太监 还有 盛姑娘 什么叫太监啊 太监 不许下说 你刚才不是还说来着吗 小琉璃啊 这太监啊 就是专门服侍皇上的人 哦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行了 别说了 盛姑娘 你的药可真灵啊 不管还有什么过节未了 反正我好歹是不跟你打了 不过说起来我也打不过你 可如今这事儿已经由不得你我了 苗公子 苗公子 有句话 不知当问不当问 什么话 但说无妨 虽说咱们见过几面 但毕竟是泛泛之交 你为何这样待我 这 苗公子 这话我也许问得太唐突了 哦 只是 你的话 让我想起了好多事情而已 什么事 我想 大概是因为咱们俩遭遇的命运差不多吧 哦 说来不怕你笑话 我也是从小就没有了父母 多亏师父将我抱养 教我练功 教我读书写字 你师父 实不相瞒 我曾经是遥光殿的门徒 遥光殿 这可是鼎鼎有名的门派呀 怪不得你武功这么好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不累吗 我挺好的 你讲吧 在我进遥光殿之前 师父就已经抱养了一个姑娘 我们俩的岁数差不多 从此她就成了我的师姐 我们俩从小一起学武功 一起读书写字 感情一直很好 也算是两小无猜了吧 可是 没有想到后来 后来怎么了 后来 突然有一天 师父对我们俩说 要给我们俩定亲 将我们俩 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想必师父 也是这么想的吧 可是 等到这事一说出来 我和师姐都觉得 原来彼此 都是只将对方 当成亲兄妹看 当成最好的朋友 那你们怎么办 后来 我和师姐 都跟师父 说了心里话 可师父他 他说什么 他觉得我们两个 还都是孩子 脸上挂不住 他一一要给我们成亲 说如果不依他的话 就不再认我这个徒弟了 那你怎么办呢 最后 我和师姐 实在成不了夫妻 就在成亲的前一天晚上 写了一封信 留给师父 就跑了出来 原来是这样啊 从此 我就流落江湖 成了摇光店的企图了 他老人家 一时想不开 也是有的 慢慢的 他会体谅 你们俩的苦衷 不 你不知道我师父的脾气 他是从来不肯容忍别人 没扭他的意思的 我离开摇光店以后 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师父 所以 总想着我这一生 绝不再和任何人 谈起婚嫁之事 总觉得 这样在心里边 能对得起他老人家一些 可 自到我见到你之后 我觉得我以前的念头 简直 太傻了 梅儿 师父 你回来了 是 我让你办的事 怎么样了 师父 我见师姐进了一个小院 那院里面住着君无忌 嗯 这是真的 嗯 嗯 启禀王爷 经为兵马指挥使徐月驴徐大人求见 他来干什么 奴婢不知道 徐大人只说是有要事求见王爷 叫他进来 是 嗯 嗯 敬畏兵马指挥使徐月驴徐大人进见王爷 嗯 徐月驴叩见王爷 啊 徐大人哪 此来有何贵干呢 启禀王爷 只因京城内外 近日之内常有一些身穿汉子兵服的兵勇 据说都是王爷的手下 是啊 他们又怎么得罪你徐大人了 不不不不 哎 这些人倒是与微臣没有什么相爱之处 只是 只是什么呀 只是 这些人常在京城内外做一些不大 不大合适的事情 昨日竟在光天化日之下 闯入民居 银间妇女 所以 微臣不得不将这些人一律抓了起来 嗯 什么 只是微臣想着这些人 好歹也是王爷手下的人 因此未敢立即将他们问罪 特来请王爷的旨意 嗯 看来 你还是个小事的 那就请你把他们立即放了吧 这 王爷 嗯 凡事总得有个 王法吧 嗯 王法 什么王法呀 嗯 大明朝太祖皇帝定的王法 住口 你不要以为本王就治不了你这个小小的兵马指挥 我告诉你 现你三日之内 把人给我放了 否则就怪本王对你不客气 下去 魏臣告辞 魏臣告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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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看 下呀 弩才该死 弩才该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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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该您走了 啊 您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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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王妃不必惊慌 我此来并无加害之意 那你来干什么 那天晚上在下曾与王妃谈起过一个故人 王妃可还记得吗 你是说君无忌 我当然记得了 你到这儿来提她干什么 那天在下见王妃 有在于这人一见之念 现在看来 是在下会错意了 既然如此 在下告辞了 你站住 她在那儿 她的伤可好了 如此说来 王妃还是想见她一见了 正是 她如今在什么地方 阁下肯见告吗 那个人的伤势 至今还是很重 王妃若是真想见她 可按纸条上的地址 去找她便是了 先生 你都吃药了 好 我去给你拿啊 给 小心点 没事 小琉璃 小心一点 别烫着手啊 没事 给 喝呀 再量一会儿吧 苦吗 靳公子 我来吧 好 这药怎么这么苦啊 不苦哪能治病啊 良药苦口吧 喝吧 快 小琉璃 给你 我去倒了啊 小琉璃 等会儿 把这个一块儿倒了 过来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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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我来 这 我来 我来 你 你 我们 这个 抬车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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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我来 冲 你 谁 春大小姐 谁 你别动 君公子 你别动啊 是入水吗 小琉璃 你说是谁来了 你先躺着 你先躺下 我去帮你看看 你先躺下 别动 小心你的伤口 好了好了 别动 我睡 春大小姐 你坐呀 春大小姐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不能来吗 当然能来 你堂堂的王妃殿下 有什么地方去不得 好了 你们慢慢聊吧 我先走吧 沈公公 沈公公 Frant公公 这 lok jesteśmy 好像 去 boil 刚 你 至乖 正贵 你坐 你还好吧 王爷 道黑 您慢走 王爷 给王爷请安 是冰儿姑娘啊 你把本王吓了一跳啊 惊了王家 还请王爷恕罪 念你无心就免了吧 王爷 启禀王爷 王妃今儿身上不舒服 一直折腾到刚才 才刚刚的睡下 所以王爷 您是不是改天 不舒服 真的不舒服吗 既然王妃不舒服 那本王就先回去了 王爷 好懂事的姑娘 送本王回去 嗯 早春吃梦 流水落花泪如珠 盲人对苍天 故人在何处 几朵寒书 装饰梦断天涯路 调灯寻旧是何处 是归途 天地悠悠 红颜不长竹 相思之泪和气窝 酒恨心愁 这般牵动我的心 一片痴情在江湖 你是那带路的玫瑰 你是那清晨出生的雾 你是那天边的彩虹 你是那黄寒冬 漂亮的贵手 让亲爱之火焰燃尽 从此再不会有情情过我 你一个共同的月亮 把一切因果的诗指 在梦里重复 你是那带路的玫瑰 你是那清晨出生的雾 你是那天边的彩虹 你是那黄寒冬 你一个共同的月亮 你一个共同的月亮 把一切因果的诗指 在梦里重复 拥 BJ 都拥有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